收藏物件 其實只不過是這件物件 在世間流轉的其中一刻 剛好在你手上 開始買東西去收藏 我猜到應該是中學畢業以後 因為當時亦都住得比較近上環的摩洛界 就開始被那些舊物所吸引 真正能夠入到你眼 即是你感興趣 具體一點 可能總是有某些原因 跟你過往的經驗相關 所以你覺得那件事吸引到你 一件物件由他最初被製造出來 去滿足一個功能 被人買回來去應用 他一直都是在一個應用的層面 第二次去接手這件事的人 他有可能都是從一個實用的壞東西 但也有些人像我那樣 他其實買那件物件回來不是用的 他總是覺得那件物件用了一段時間 雖然很舊 但好像有他本身的一些歷史 在他本身的歷史 你可以想像到 很多千百個和這件物件 曾經發生過關係的人 當那件物件在你眼前 在你手上 好像你同時也跟這些人有某些關係 我其實挺喜歡拿著一件舊的物件 去想像 為什麼這個位置會崩了一點點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你拿著一件物件這樣想 可以開心一晚 你想像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想做藝術你都離不開 是對一些物件的想像的 無論你最後選擇一個什麼媒介 立體的也好 平面的也好 其實當你對著一些物料的時候 你往往都是要從想像開始 所以這些我猜都是在我收藏物件 或者對物件、物料有特別興趣 而幫到我在創作上 你讓我回來 你捱為了 所以我不會讓你擁有 那麼多圓位 還以為你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